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问到我这个问题我就会说是因为小时候 看这张十一台会有很多戏曲频道 最开始喜欢那些文化是因为他们的衣服好看 就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衣服好看 然后后来就会说月听发现那些掉点 比如说我喜欢黄媒戏那样的掉点 所以我就觉得黄媒戏也挺好听的 然后就慢慢的到现在的话可能接触的更多的是古装剧 比如说您现在最近比较火热的新白娘子传奇 对吧 确实这种故事反而也是一些这种传统的一些元素 比较国风 那么接下来再问一下我们的曹老师 而且国风其实它是应该指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风韵的现代应用 比如说传统节日 像过清明节呀端午节呀 这都属于国风 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微信里经常做的抢红包 就这种实际上也是国风 因为它就来源于我们古代的过年拜年给红包 对 从压岁前一直转化成现在的红包 就属于可能不是那么显性 但依然也是我们国风的一部分 确实是 那么接下来呢 新月觉得呢 我们学校汉服社之前组织过 就大家行程礼 就是女集记男家官 然后请学校里面比较得到望重的一些长辈呀 老师然后来给大家就是积极和甲冠 近两年其实中国做的这种国漫 国漫动漫其实还挺好看的 像之前有《风宇宙》啊 包括像今年新出的那个《白蛇远起》 我刚才就听你们讲啊 我就现在想你们真是一群年轻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的国风 你们现在还用不着呢 你知道是什么吗 保温杯 我用得着 保温杯里泡枸杞 我也是 靠菊花 靠各种各样的 金鱼花 没错没错 其实这也是国风对不对 中国中医中药嘛 传统养生也是 还有一个啊 刚才我从家里一路到这来 就看车外呀 现在不是开始飘那个洋花柳絮了吗 我就在想什么呀 想洋柳轻轻着地垂 洋花慢慢搅天飞 柳条折进 花飞进 见问行人归不归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中国人的义曲 你看你 你问一个英国人 你说飘絮了意味着什么 它可能没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植物学 这一些命题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离仇别续啊 意味着 还有意味着才女啊 对不对 未若柳絮阴风起啊 这就是中国意象 所以你加起来 你说什么是中国风 我觉得中国风啊 它不仅仅是我们看到这些有形的东西 物质上的东西 你穿中山装 他穿旗袍 或者我喝泡枸杞 他喝泡金花 这是也有形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些更加无形的东西 就是在中国人精神里头的 在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符号背后 表现出来的中国的风度 中国的气韵 以及他蕴含的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精神 我觉得把这三者统一到一起 可能才叫国风 我们觉得特别的好 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国风 静一现在在新白娘子传奇这个热播当中 就这个里面的歌曲好像也有很多这种 对 就是其实我们里面的三首歌 就都是以前的 就是原版里面的歌曲三个 我们就是拿来可能改编了一下 但是主旨还是 就是整个基调还是在那 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唱了以前好像大家都 就是大街小巷耳熟能详的一些歌 那你觉得就是说 现在青年人为什么越来越喜欢 这样的一些国风的歌曲呢 我自己觉得可能大部分人 去听一些古风的歌曲 还是源自于说去看了一些电视剧 然后在里面放的一些插曲 让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然后你看完这个剧呢 就想要去搜索一下 然后你就可能像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就把它搜索起来 然后放在我的音乐就是收藏单里 然后每天听我就会想起一些剧情 就是让自己很有代入感 我是觉得说 我听一些古风的歌曲 我心里很平静 就是它是一种异象化的东西 就像刚才满老师说的 有比较有些诗意的一些东西 就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再问一下新月 你喜欢这个国风的这些元素 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大概四五岁 从背诗开始 我背会的第一首诗是 《静音诗》 就是朝鲜明月光 应该是每个中国人第一首诗吧 算是 大概上四五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读 《圆满的红楼梦》开始 就是感受那种 就是古代人的那种异曲 像史湘云他们那种 《醉落花音》那种 都是很美的 还想问一下曹老师 我很佩服您的一点 就是说您怎么样能把国学 就是作为了自己的一个终身事业的呢 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爱好 比如说我在 也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穿汉服 还有就是那时候会写一些 诠释诗词的文章吧 还有包括我跟着我古琴老师 我们一起有打造国艺演说 后来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是有很多的受众给我反馈意见 也让我很感动的 那这些就让我觉得 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 把国学里面这些优秀的 智慧的能够古为基硬的东西 告诉给更多人 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之前还好像看到您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让国学活起来 就是希望国学能够古为兼用 而且能够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 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因为我觉得青年人才代表了 国家的未来和活力 能够让青年人喜欢这些 他们以前认为是树枝高格的 是老夫子一般 有点偏落后和腐朽的东西 但是能让他们知道 国学是时尚的 是有用的 是活泼泼的 比如说我有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 她醉酒离婚坐牢 可她是个好女孩 大家可以猜猜我写的是谁 青壮 对 文漫老师一听就知道 就是类似这种吧 还有现在在抖音里面 用这种短视频来传播国学 就是做一些这样的尝试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 就是中国诗词大会 很火热 我们文漫老师也作为评委参加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一股诗词热 很多青年就会开始 就是说用这种诗词 代替了普通的文字 来发朋友圈 发微博 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那就是说青年人喜爱 这种古诗词的一个原因 又是什么呢 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中国人 就是这样教育着长大的 你小的时候三五岁 不都是开始 床前明月光了吗 对不对 然后长大了之后 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 浸润之中 你会觉得中国的语言 有一种中国语言 特有的含蓄和优美 对不对 秀王语 杨柳逸 进我来思 欲雪飞飞 你觉得这个里头 你说它能不能翻译成现代汉语 也能 它能 但是它就没了 它那个意境就没了 它能不能翻译成英语 也能 但是它那个意思又没了 所以就感觉 这里头有一种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所以我说中国人 中国青年为什么喜欢中国风 就是因为中国青年是属于中国的 然后再加上刚才您所说的 苍脸时而之礼节 一时足而之荣辱 对不对 我们到了追求文化这个阶段了 我们国家现在 这个形势发展非常好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也慢慢回来了 那有些亲人就觉得就说 穿一下这个服饰 就是帅帅的美美的就够了 然后我并不需要了解 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好嘞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属于中国审美的一个传承 它为什么会觉得它美 因为美 每个民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刚才说新月 新月 你这个图案是菊花 对吧 菊花 那菊花有象征意义 对不对 菊花 梅兰竹菊 在中国这属于君子之花 它不会随随便 弄一个莫名其妙的花 比如说狗尾花 它不见得会弄到自己身上 对不对 慢慢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 就是浸润式的介入 不要说你穿上件衣服 我先给你讲两节课 你累不累啊 我跟老师的观点其实很像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热爱 如果你连热爱都不去热爱 你更不会说想去了解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热爱已经做到了 去了解它的第一步 就好像小孩子在三四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背唐诗词了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 唐诗词背后非常深刻的那些情绪 情感和意象 但没有关系啊 这已经是一种浸润式的一个学习 传承和体验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不懂汉服呢 你就不准穿汉服 我觉得这是不太科学的 对 就是还是喜欢就好 那好的就是说 现在更多人发现了汉服的美 对 我就是觉得好的 就是很简单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就是说这种 红照院这种吧 他可能有人就会觉得啊 你不光要这个歌要好 然后舞要美 然后衣服又要怎么样 这可能就有点严苛的这种意思 其实怎么说呢 他因为本来我们那个舞蹈呈现出来 他其实就是有一点结合 就是古风跟现代的一个结合 这个时候就会有两极分化 一个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改变不错啊 但也有一些就是 也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把一首古风歌改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两极分化的问题 但是也不是说谁对谁不对 我觉得都可以存在 可以同时存在 就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可能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 争辩永远是好事情 不争辩不就一潭死水了吗 不争不明 对 所以实际上我想国学啊 或者说我们一切传统的文化 要干什么 我觉得不同的人应该干不同的事 因为整体说来啊 我觉得传统的文化必须先经过梳理 然后呢 再经过传播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是创新 就像刚才你们几位都谈到了 说我们在那个动漫里头 在现在的这个服装设计里头 在现在音乐设计里头 都出现了一些混搭的这个风格 而且我们觉得这混搭不突兀 觉得它既跟今天的这个志趣结合了 又体现出我们传统的审美情趣 体现出这个中国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说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呢大家都一起往前推进 它可能以后就越变越好 那静怡觉得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艺人 就是要给青年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引导吗 引导 首先我就像刚才说的 从作品里开始引导吧 就是首先让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就是让他们真正的去了解一些正确的一些国风啊 包括传统文化 然后再去深入 可能更加喜欢 然后自发去传播它 我觉得最好的效果可能就是做到说 大家自发的去创新 那么在文老师看来呢 就是说我们这种传统的 我们应该怎么去辨别 比如说我们说 什么叫好什么叫坏 什么叫好 我觉得第一个 你愿不愿意把它讲给你的小孩听 当我们讲传统道德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你真的愿意让你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吗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女德班呢 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本能就觉得 连我都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凭什么要我的孩子过这样的日子 那个就一定是坏的 这是一种坏道德 还有一种什么呢 叫恶趣味 就像刚才讲审美的问题 你审美的问题 现在网上有好多 李白的预言诗 对不对 一遇到大事 那很多人都说李白都预测到了 比方说你看有一个李白的诗这样写的 这就是一种趣味上的恶 那提倡什么呢 提倡一个属于未来的 就是历史必须和未来衔接 这个历史才有真正的价值 像刚才说活的国学 活的国学怎么活呀 不就是活到当下 活到明天吗 对不对 这个那就是在价值上 我们必须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需求是一致的 价值观 我觉得把这两个观拔好了 可能我们讲什么叫做优秀传统文化 也就能找到一个出口了 嗯 嗯